我们这一季除了一些新代脱口秀演员以外 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想来讲脱口秀 可能这个人大家也认识 让我们欢迎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绿琴 没了 我说实在的我想回家了 这个地方太让人紧张了 虽然说整的五颜六色的 但都是不为好意的色彩缤纷 我做短视频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还能干啥 最后就选择了脱口秀 我就想尝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好 她的喜剧天赋是完全OK的 但是雪芹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她没有活力 如果她在台上能够稍微放松一点 我觉得效果会非常的好 就那个赛事一说完 这样子好 赵小城 她就说我们选你吧 我说为啥有我最弱吗 我说嗯 这帮人真太狗了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 我一会说的话 能有人笑就行 刘热琴加油 让我们欢迎李雪芹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我在这儿等太阳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呢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 这个行业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小伙儿段子啊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悦勤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50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一提到网红吧 大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一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一提到我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 对吗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少 我天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 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 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 倒腾西北风 从我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地方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 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了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 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入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姑大姨 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那种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当所有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是我抄霍莱老师的 谢谢她 跟不上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其实就是最后 其实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就每次我都很好奇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 略秦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 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秦 谢谢略秦 谢谢呢 其实停在开始那个比较好 不到我最后我有一个价值观 是吧 我们有请初代网红 初代网红 或者是给你的晚辈点评一下呢 就是想要红的长久呢 这个我有一点发言权 我先说咱俩的问题 咱俩问题虽然咱俩都给了灯 但我觉得你那个灯是很廉价的 因为他说了一句拍效果马屁的时候 你给的灯 这个 没有没有 我是在那个提到效果之前拍的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 张老师可以做正 对 咱们 来不要正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看果然是在提到效果之前 是是是是 这个我后期我还控制不了呢 这是什么 真的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以后多抄效果段子啊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透学演员被抄个段子呢还没什么 他还能去说两句很多 我们我们你作为主人是不是应该说回张雪奇了 没有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我一定 对 林雪奇 林雪奇 哎呀 张雨奇张雨奇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林雪奇 林雪奇 他还不提呢 我错了我错了 这段也可以剪掉 我再来一遍 哎呀我你作为主人是不是该说回林雪奇了 我刚才一直都在说林雪奇 因为我很感动啊 因为林雪奇作为外人帮帮我们脱口秀行业说话 也不是帮我们公司啊 因为网红朋友们呢 抄一些节目播出过的段子还有的申诉 他们现在很损 有的人带着录音笔到我们剧场里去录音 就录一些线下的段子从来也没有播过 然后他回去拍成段子发到什么那些平台上 怪不得票房那么好 是很多都是这些 网红都来了是吧 对所以哎呀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手段能保护自己 我们第二位第二位演员他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国老师面前算是新近网红 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演员李雪奇 我也想复活一个人 在那次对阵中他虽然输给了赵友诚 但我个人认为李雪奇的脱口秀表演更好 在那个痛苦的屋子里还有21位 我认为李雪奇是这21位演员中表现最好的 所以我要复活李雪奇 有请那头排名第10名 陈鹿 我认为李雪奇事 其实我现在一点想法也没有 哎 我想睡觉了 太晚了 12点多了 今天就到这了 也算是工作了 毕竟录了一个小视频 拜拜 创作过程中 没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不会写呗 一一一用心 就学霸嘛 学霸不都是这个德行吗 他在之前他很丧 觉得自己搞的不行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一上场就不一样了 先像你降低预期感 完了这会儿 他夸下 一二胡他炸了 这多少能得玩这个路 脑花好使 我什么套路啊 我真的没有自信 四哥一天天就跟着我等我 我老紧张了 我感觉这个场子比较冷 霸了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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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悦琴 我想结婚 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 等人家都特别诧异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为赛 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 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心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他说啊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哄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行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 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我到这儿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雪芹您一下爆了 雪芹进极了 其实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点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归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 说出了我这一辈子 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 开远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头皮发吧 这下不能乖场子了 这边自己嘛 虽然我小的时候 我妈不让我搞对象 但她现在特别着急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 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 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那个时候吧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 我妈咋教会 教不会 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过了半年之后 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 我说是不是结婚 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KPI 每个三口之家 正常情况下 要完成两次婚姻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 家里业绩完不成 哎 行子别逼孩子了 把咱家这个KPI给完成了 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 真的 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她这个老天姐比 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的 这借此机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地祝愿 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谢谢良较阳尔律师 哦 雪芹回头看 回头看 哈哈哈哈哈 老天 老天已经一位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那个喜欢雪芹的 观众朋友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通道还有最后三秒钟 3 2 1 请锁票 老老天很自觉啊 哈哈哈哈 因为光是这就有20票 我看那个天天是跟我一起拍的哈 对对对我觉得他特别自信 我特别喜欢自信的女孩 自信也有趣就更可爱 谢谢谢谢 非常好 哎你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不应该啊 你这么可爱 他们说我不够女人 哈哈 pays 其实我觉得他跟王建国挺合十的 哈哈哈 你不觉得吗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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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哎 哎哎哎哎呀哎哎哎 他太年轻了 我这个我这个岁数已经不适合人家了 我感觉你雪芹是个特别有热情的人 我觉得王建国需要被点燃 你看你看雪芹的表情 雪芹觉得他不够男人 那这些托我说演员里有你喜欢的类型吗 王建国 谢谢 谢谢 你跑我们这儿进祸 参赛目的太不纯粹了 上场超段子 这玩意儿选男人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 这个节奏特别好 他很松弛 谢谢 然后我就用东北话说 可能就本身就会带一点喜感 就这个感觉 而且他的人生也确实是 而且而且特别点题就很喜欢 连点个三遍 一家三口 那个前辈网红 对对晚辈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 对就是上次我记得上一场是你把他 我把我把雪芹复活回来 复活的 我就知道会这么好才复活的 所以我当时一边听一边觉得你眼光确实不错 是吧 对可以啊 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对 我是很单纯的选脱口秀演员的眼光 跟他可不一样 是是是是 你一会儿可以把雪芹建国 还有我拉一个群 然后我保证这个事情可以成 可以上热搜 我特别善于搞这种事情 真的 他们俩成不成不知道 但这个热搜感觉是没问题的 你们发在一个群 热搜预定 大家都很看好是吧 都很看好这门亲事 怎么回事 我们是脱口秀大会 再次强调一下 雪芹这个确实不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得票情况 这个灯不是我预想到的 甚至我都没有做过这种期待 很实在的一种 很真诚的东西 今天观众应该也都感受到了 特别好 前面老田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就两个一对比 会显得他特别的强 那他这个票太高了 他难比这高了 现场一共150个人 他152票 我那一刻心里已经非常明白了 我应该是接不住雪芹 厉害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悬念 虽然票数已经公布 但雪芹的排名我们还不知道 让我们来看一下 雪芹的排名情况 我这花钱做的无眉 我不得用一下吗 排名出来之前 我一直在紧张的猜 哈哈哈哈 阿娜恭喜雪芹 谢谢 我爸妈虽然离婚了 我并没有觉得我失去了爱 我反而觉得我得到了双倍的爱 过年能拿四份红包 李雪芹表现这么好 是超出我想象的 以这么短的时间来看 进步是非常惊人的 复活的李雪芹 其实我是有点忐忑的 但是我相信 看过李雪芹本场的演出之后 把其他特别秀演员 也会心服口服 雪芹说的是 纯纯的美式当手 这玩意儿那能不好看吗 他又灵 他又说正经玩意儿 这孩子太灵了 王建国确实是我的理想性了 他又有趣 脾气又好 人又善良 还是东北人 个儿还高 这种人就是我的理想性了 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是跨界选手 天赋异禀 根本不是说脱口秀的 但是给很多脱口秀演员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又得了暴狗王 让我们欢迎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得不大太好 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晚上 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他觉得完了 李雪芹死了 然后他大股 我带来了 为什么 没有没什么 我就觉得这么神经病 他死了 然后吧 他大概给我打了 能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他说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挂了吧 咱家没地 我说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 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跟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妈说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叫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头看了吧 我输了 回去之后 我老板去机场接我 见我面 第一句就是 我不咋太满意啊 你看李月琴怎么回事 我辛辛苦苦 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 你让你去说脱口秀 你怎么还能说不过 那帮说脱口秀的呢 这不就长得挺不愉快的嘛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你们知道一辆 价值一百五十万的奔驰 修一个窟窿 需要花多少钱 我知道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个窟窿 也是这个价 十个也是 一百个还是 我说哎呀 那这要是我烫一千个的话 老板 你就说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 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 哪有那玩 站走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它暗恋我 哎呀 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 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哼 男人 想我 太可这欲擒故隆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了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 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 你就得帮我叫老板娘 她这段是真强的 是 太强了 真挺厉害的 哎呀 她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 哎呀 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 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老敢得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又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扫惊蛇了呢 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 咱俩这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 啊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我这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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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雪芊 喜欢雪芊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 三二一 请锁票 我觉得还是不好说 不好说 只是皮球稳了 皮球太晚了有点 太惨姑了 大老师拍灯的点 实在是太古怪了 我需要你解释一下 对 因为它就是那种 特别损那种 就是说你死了 然后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 就是那种奇怪的 那种神经病的点 然后就会让我一下子 拍这个灯 我觉得特别喜欢 你说你是网红 对不起 我血浅了 然后您之间哪个网红啊 互联网 这是中条校热搜的大网红 是吗 张萌老师之前知道吗 学姐 我知道 我知道 有在热搜上看过她 对 然后我觉得 特别恭喜你 没有成为老板娘 谢谢 谢谢 老板娘真不是什么好干的事 对对对 那能展开说一说吗 说来话长了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说如果你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面 如果最终没有走得很远的话 欢迎来到我的剧组 哦 谢谢 我们这边还是缺编剧的 太厉害了 没有 没有 我觉得她那个故事编的很好 为什么 就是说一个剧本啊 它需要有反转 就是她一开始先说了一些什么 一些好像以为她跟她老板之间的一些矛盾 后来又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最后又变成了一个现实故事 我们雪芹的表演就没有征服到制片人吗 怎么就编剧了呢 对 我您跟演艺界伐海是老受别人 我 可以演不来着 哎 你老板在哪儿 我觉得她断的挺多 可挺适合我们这舞台的 我老板哥沈阳呢 哦 那你俩到底是相悦的吗 没有 没有 嗯 那说明我们王建国还是有机会 哦 又要跟我搞得这样啊 他明明喜欢她老板 那我跟我搞得这样 挺大的 你觉得王建国怎么样 还行吗 行 又相悦了 又开始相悦了 那个上次天真录完节目说要加他们俩微信 我说想把他俩拉一个群 我就在这个群里不断地推动他们 哦 他等于说卖完大马女装之后 开始搞这个就是联姻那种这种网站 我太酷了 哎 你做我秀都是自个儿编的是吧 这段都是你自个儿那个 对 然后这个事也是一个真事 我真把他车烫了 我就觉得他特别好玩 就是在于别人好像要想什么怎么怎么 他就是直接说自己那点事就已经特别逗了 就是生活足够倒霉的话 对 你是不需要创作 特别靠谱 就说就好了 对 就是一滩苦水说完之后大家又乐 我觉得我太靠谱了 这是最高境界啊 了不起 谢谢 就是你和你老板最后真没什么 就是我这个稿子给他看了嘛 他说不好笑 然后他也给我发了一个文章 名字叫如何提高你的幽默记性 这就是职场POA 再问雪芹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想的选择了双胞胎和皮球这一组 因为感觉都比较熟 我们上一期不也比了吗 就觉得 觉得还能赢他们一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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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他们俩的风格我起码大概是了解的 就不会出现让我特别就是蒙了的情况 然后就选了 雪芹啊 你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拍短视频什么的 对吧 脱口秀本身很小众 你就留给我们吧 哎呀 稳了稳了 很稳 你看那样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在说什么是给他压力 谁选我 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大压力 就逗逗选我我压力最大 因为他比所有人风格都都炸都张扬 我就怕他讲完到我讲 大家就像就感觉我好像没说话似的 就不多说了 让我们来了 欢迎李选亲 李选亲 就这么走 人家跳蒙古舞 那对 等 来了 等 等 大家好 我是李选齐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你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 危险 危险 都都完了 太猛了 这个该场 他又赢了 怎么办 你们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知道给我画饼 李雪芹 你行 你有天赋 你能进决赛 完之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 李旦还在台上说我 李雪芹 天赋异饼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痘痘就应该选周期货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马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 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啊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 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 爬山嘛 姐夫 你看我还有机会嘛 你说你都知道他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 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觉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我寻思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那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 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 你为什么 大张 大张一听这嘎就有反应 他肌肉一肌肉一肌肉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模仿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心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仓 做了一把商务仓 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心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 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台上只要是个女的 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 还有个台上说自己脸大 他俩那脸夹一块都没有我大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王剑谷 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剑谷呀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 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 我吧跟裤脸背筋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见吧 太强了 逗逗选错了啦 好 谢谢王剑谷的精彩表演 太强了 喜欢王剑谷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雪芹 怎么为什么突然这么吓王剑谷呢 就是无内而外的 就是那个气息都变成了国仔的那个感觉 怎么爱他吗 别那么说 那都误会了 喜欢他吗 没有意思吗 你怎么也这样 上次是天真 我本来要给他俩拉个裙子 想给就给他俩搅和搅和 哇 那后来女方拍灯了吗 哈哈哈 后来我觉得他们俩这么有趣的灵魂 还是应该去温暖一些 长得好看的人 哈哈哈 长得好看的人啊 挺漂亮啊 我感觉哇 好厉害啊 为什么 你喜欢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特别那个续续叨叨的跟你这样那个 你不觉得王剑谷就是这么表演他吗 可能也是吧 你现在要冷静下来 我没事 但是为难的了 怎么王剑谷干嘛呀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哎 你说 你仔细想 他刚才除了不得劲说啥的 他说那个有钱人也生孩子 哈哈哈 太开心了 我这一点 我特别想发明一个那个耳罩 就这边带麦克风给给给小朋友都带着 让他自个儿能听见 听见自个儿多吵 哈哈哈 秦伯老师刚刚 这是第一次看吗 还是之前看过 我之前在电视上那个突围赛的时候看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比突围赛的好 看得更好笑 奇妙的风格 嗯 比上次看得还好 但是选情大大方方的告诉秦豪老师 现在的你和突围赛的比 我现在就是在台上麻木了 不紧张了 突围赛特别紧张 完了 尤其这期我感觉我早点进不去集了 我就有点放飞自我 所以事实证明就是别把这个节目就当个比赛 当回事儿 一定要放松 特别棒 特别棒 真的 尤其到了现场和在电视上看还不一样 谢谢 谢谢 我太喜欢他了 哎 你跟你老板商量一下 把你的合约转给我吧 行 我问了 他老板马上就要签他了 我签你比做公司有前途 我觉得 而且他特别有那种真正就是喜剧 我认为啊 就是观众会喜欢的喜剧那种特别厉害的人的样子 因为喜剧好多人就是一站台上 只要观众熟悉了他自个儿那个样啊 就大家就已经乐了 然后因为不是因为内容 他就是舞台的一种莫莫其妙的让你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来劲呢 就是那种感觉 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偷偷地说了一个谐音梗 好 说了 结果是 攻击打名 结果是他全场效果最差的一个梗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根本就没给你 对 我喜 理了 哎 李大夫 我想问你一问题 就是你最开始是真的就是打出声就很讨厌谐音梗 还是因为大家一直都说你讨厌谐音梗 你就越来越讨厌 把自己架点了 一听谐音梗就感觉 你如果身边有一个王建国 不用 你身边有一个你 是吧 你应该理解我 你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应该理解这种痛苦 我是天天跟王建国生活在一起 后来我又认识了你 我是格外讨厌这个东西 你们俩是真的 两块鲮肉肉 不想聊你们 接下来TV 虽然还没有上场 但是已经上场好多次了 也是一位天才少女 就是还是每次她出场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就是李雪芹 在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出现了多少次 她就讲了多少次脱口秀 她真的是挺厉害的 从来也没练过什么的 我们都很期待她的表演 让我们欢迎 王建国的静香李雪芹 我觉得这些人也就我会被淘汰 不是这个主题写不来 你们换啥主题我也写不来 我现在搞在这写完 非常的不顺利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我想要选择的对手是李雪芹 你选我 那你赢定 我是赢不了 我已不想赢 他们太厉害了 我有什么可能 你每回都这样说 我没关系 你就没选谁的人了 谦虚的人都这样 如果你有天赋 你有语言表达天赋的话 你就是一下子就会很吸引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我又开始写稿子了 又写不出来 我现在都不敢说我写不出来 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说 学霸都是这个德性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真的不是说我在这欲行故纵 或者是说在这学表啊 学表装腔做事说考不好 完最后考第一 就是这真的觉得自己不行 来 想进决赛 我之前从来没有说我这种话 对不对 我非常想进决赛 现在 那头第十名的是李雪芹 就在我刚才 我预料到我会被一个一个 推上去的那个时候 非常想进决赛 在周老板 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段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想进决赛 别呀 因为我在这都没有演好 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对不起周老板 竟然很多人都说我不行 再一头把我拍倒了第一 网友骂我说我不行 我现在就很想赢了 我这决赛的信心就 没有啥信心 我就是想的 但我没有啥信心 要强的劲上来的 但是要强的能力 目前还没有啥信心 要不就直接讲王建国吧 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的 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进集了 进完集 今年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 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 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月琴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听过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房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你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 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 死的事 你就给盯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难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到网建国了 还没讲呢 我和网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身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优伯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 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 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脸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 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 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 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什么安定也是我 什么安定也是我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下来呀 下来呀 现在的手 选择学型的手 咱们先投票 这个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的天哪 你没发现刚才他说的 刚刚王建国说一回来 说他俩怎么着的时候 老师们巴巴挨个儿拍灯 就感觉来助亲来了 好好好 他讲完最后这个底 我真的 就是 就是停不自禁地 就站起来了 感觉冠军产生了 就是 不是 就是你感觉 就是我的一个 忍赐 有人要拿走 很开心 公司有喜事了 哇 哎呀 嗯 这个 哎呀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百年好合吧 那句话 真的是 因为他 因为他中间 开启到王建国之后 后边又开始说 北京这件事的时候 我脑中一直 一直在想 什么是说王建国 什么是在说王建国 什么是在说王建国 然后后边 一直就是这件事了 哎呀 我的天哪 那还采访吧 那你这个到底是 是真是假的 这个事决定权 在王建国手里 咱们聊了几句 这个天真 作为始作俑者 你来采访吧 那那那你 看上他啥 就是 其实网建国 就是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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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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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北风格这么强的脱口秀 什么感觉 其实从我的大局观出发 我倒不挑地域风格 但是真的非常精彩 而且他其实这个创作 除了扯到我们建国老师 稍多了一点 整体创作是很高级的 是的 他那个宇宙的那个起点 重点一次次的回去 就连那个环线地铁都能扯回去 这个从创作上是水准非常高的 然后演的也是没得挑 所以非常非常 我觉得罗老师说的一个很重要 也是提醒大家 虽然我知道你们看人搞对象的 这个莫名其妙的热情 是压抑不住的 但是雪芹的段子 哪怕剔除了国仔之外 他那个讲的真的很好 他那个宇宙镜头和那个 北京的那个感受 那个对北京的那个感受 说的是很准确的 大家在上海这样生活 其实应该是想一想 能听得明白的对吧 不要只把雪芹当作一个炒CP的人 没有那么简单 讲的还是很好的 然后因为我也是 我姥姥是铁领的嘛 也是劲头盖的 反正就是 你的文字还爱他 那您在外面这样打拼 有过想过像他一样 回老家的这种想法吗 我经常回回去啊 就是 不是探气 什么东西 他已经是吧 对我彻底就回老家了 就彻底离开 像李子柒那种吗 没有我家就是正常城市 铁领现在发展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 所以在铁领生活的话 会影响你的工作吗 我的工作就是创作喜剧嘛 哪个地方比铁领更合适 喜剧的源头是铁领 行 没事 都还是欢迎你长海上海玩 对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 五位目前最高的票 是多少票 请看 他一定180了一下 我是一个纯蒜子 谢谢各位 是是是 以后有什么事 要问我 你们俩能成 你们看 那么我们也要 这180会是谁呢 还是要看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180票的是哪位演员 他的这场效果就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的悬念 他至始至终把所谓的主题 脱球大会 以及他自己 非常紧密地串联了在一起 就是他每一期稿子都是 这样的一种完美的状态 我上场之前 我预想的是 要是有三盏灯就好了 因为我前面 杨丽才三盏灯 我就想着 那有三盏灯 就是老婆说老婆说 我现在玩的时候 感觉我表现得真好 李雪芹 从大概第五期开始 就天天念叨着自己要被淘汰 对不对 对 我是这么感觉的 包括这次那头 我也是倒入第一名 他们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没有惊讶 我每次都是现血 我没有吐过任何的 因为这一点我要严重地夸你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做某一孩 时间很长 他剩下只有经验了 他已经没有才华了 你现在没经验 你有的是才华 所以是你最棒的时候 了不起 谢谢 雪芹呢 就是一路号称要被淘汰 每天在朋友圈里说过一个稿 一个字没写出来 你已经成长为你最讨厌的那种人了 你还在朋友圈里 对 就是学霸都是这个德行 对 你还讽刺别人 你还讽刺说 这些脱口秀演员 说得那么好 天天装自己 没写出来 是吧 原话送给自己 也是融入了这个圈子 非常欢迎你的融入 恭喜李雪芹 紧急成功 接下来这位新人 是真的太行 他不光是这一季的新人 他对脱口秀来说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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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带着浓浓的爱意 每一期都说自己要被淘汰了 结果跌跌撞撞进了总决赛 让我们有请天才少女 李雪芹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恭喜李雪芹 晋急成功 我爸就是这个德行 这个人阴险狡诈 有心机 成虎深 在目上也就会出现这些话 不解释了 就这样吧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芹 偷手持手是我的爱好 别的飞行 开放卖了 留的留的了 我 就歇不来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赢不了 也就我会被偷 压力真的很大 我那稿子一个字都没有 但是我还有王建国 站在台上 非常的紧张 不知所措 但是我还有王建国 我左手扶着那样 多做 右手也在多做 那个时候的我 非常想上厕所 那你觉得你有可能是本期大王吗 啊 你再问一遍 你这话你好意思往处问 有希望夺冠吗 我自己没有希望夺冠 我有什么希望夺冠 还夺冠 就问的问题 扎人都 那你有信心拿冠军吗 我没有信心拿冠军 我对他们都挺有信心的 我这一季 心态上有变化了 我从之前放弃 然后又开始有了斗志 然后到现在我就想赶紧比了 我现在对这个比赛 已经没有什么斗志 但是我还有 你可拉倒吧 太难了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比赛 算了 算了 人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又平衡 保留争议 你听过他之前的吗 特别棒 是啊 还特别棒 东北的 这步态有点像我 哎呦 怎么还得走这儿啊 哎呦 盲目崇拜啊 大家好 我是网见国的搭档李雪琪 今天的主题是是终点 也是起点 所以我这次就先把稿子结尾给写好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 中间的段子 最后我就想 那我开头讲点啥呢 哎 你看我现在开头不就讲完了吗 哈哈哈 哎呀 就今天这个破主题啊 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节目组的阴险 好不容易到决赛了 告诉我们终点也是起点 那咋的 驴拉磨呀 龙共就这么几个驴 年复一年 年复一年 一圈一圈拉呀 拉得好 他还给根胡萝卜 萝卜上面刻几个字 转圈大网 这也太好啊 这个太好啊 这个好 这个好 哎呀 就要我说呀 就要我说呀 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种老鸡汤 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你听上去感觉很有道理 但你也不知道它让你干啥 这种话吧 都不如我姥姥的人生格言 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是 人痴而屎会变哑巴 你别看人家无凭无据 那你是不是有尝试一下这冲动 忍一忍 忍一忍啊 到现场啊 不够起来了 现场有人发了 所以说吧 我哲理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来源于生活 好比说我上回打车 司机说 右边修路了 左拐吧 完了十分钟的道 给我绕出来八十块钱 十三那起步价 剩下六十七 我买个人生哲理 左拐也是一种右拐 这人要多乱呀 我妈呀 这种人生哲理吧 你通常会伴随我们一生 小的时候上学 老是让每个人都写一句 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鸣 你们都写过吧 我小时候吧 怎么说呢 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心眼 别人都写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还有学鲁迅 写一个枣子 我写的是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那老师都气坏了 给我妈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 晚上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我妈说呀 这孩子还好笑了 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 那老师都懵了 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 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 我妈说对不住了老师 我家房子太小了 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那房子小吗 那电视吗 那我想看 我妈是不是挺呐 我妈可太呐了 但这个事被我爸知道了 我爸一下就没有好心情了 就开始呢 试图给我讲一些名人事迹 把我拉回正道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回我爸给我讲 麦哲伦 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 真正的转圈大王 说这个麦哲伦呢 人家从来不自满 每到达一个目的地 都要重新启航 永远都在路上 我听完我就备受鼓舞啊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 对对对 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 她死路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事 给我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 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个屁啊 他死路上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最烦鸡汤吗 那怎么的 五十来岁 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 我妈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没有 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 你说人家死了 我妈说啊 那你误会了 我也不是烦鸡汤 我就是烦你爸 所以说呀 这个人生道理呀 听是一码事 你必须通过生活实践 才会知道这句话 到底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说了这么大一堆话 就狠狠地反驳了 一个著名的人生道理 人痴而死 不会变哑了 谢谢大家 我李雪芹 最后这个结尾没想到 对 这个结尾太厉害了 谢谢雪芹 喜欢李雪芹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李雪芹今天太有魅力了 别人出来感觉都得翻着跟头 哈哈哈哈 他出来 怎么走这么半天才到这儿啊 你一出来 腾哥就在旁边说 像我像我 大师风范都有这种 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他走出来走的那几步 这得多么自信的一个人 可以在赛场上迈出这样的步伐 完了之后 也没紧没卖的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非常 这个明快的节奏 看上去好像是慢慢悠悠 没节奏 其实这是他最大的节奏 高手 对 非常自信才能有这种表现 特别难 雪芹自信吗 我感觉我讲的后面 都有点自我放弃了 你不就一直都是靠着这个 走进了决赛吗 你想过自己会进决赛吗 我没有 大家都说我扮猪吃老虎嘛 然后猪来了 要吃掉老虎 太厉害了 是厉害啊 我觉得李丹就是在整个遗迹里面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复活了李雪芹 谢谢 真的否则的话太可惜了 我觉得李雪芹真的是一个高手 高手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细胞 从他就是开场上来 就全部在那个表演和状态里面 所以他不是放弃 他是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这个表演和节奏里 其实有很高超的这个技法 谢谢 而且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我以为今天李雪芹还会说他妈逼他找对象那事 结果说卖车轮了 这太扭了 对 就决赛了 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 说了一个上过中学就知道的人 好歹是北大的 好棒啊 我跟徐老师感受一样 就是你第一场把李雪芹救活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这主人还挺得体的 你没有想到我是看出来的 完全没有看出来 因为你那眼睛也不知道睁没睁开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我确实一年看好几百说脱口秀的人 对 但是最后他一场一场过来 我是越看越吃惊 而且到了这场 我还想说一下 好像整个赛季 你们 咱们脱口秀界的 就是 哎呦 进来了 进来了 对 咱们脱口秀界也有一些有点太不讲究了 你看那个向上演员一举动 他都有训练的 对 脱口秀界呢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形体上只有一个专业要求 就是懒洋洋的 或者很扶着那个破麦克这样 一个手搭在那儿 然后这样讲 这是脱口秀演员唯一的一个传统动作 但是呢 这个古老的传统 被我们这些 对传统不够重视的 中青年就是就 令人痛心地给放弃了 但是他就把这个完全全还原了 所以我刚才他看扶着那个的时候 我一阵羞愧 想起我们前辈是怎么给我们示范的 我们为什么就把这宝贵的丢了 所以非常好 这个是传统吗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那我想起来我为什么复活李雪芹了 我就是看他第一次讲脱口秀 手就自然而然的搭在个卖架上 我说可以 会服棍可以 我是一个网红 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天天姐之前还说要签雪芹呢 我就是第一次听雪芹讲脱口秀就特别喜欢他 但是后来听了他和他老板的爱情故事以后 我就知道签不下来了 签不下来了 我老板今天来了 他说跟你聊一聊 先先谈谈吧 我刚在后台碰到他们老板了 是吗 也这样吗 他们老板是这样的 我也想说脱口秀 跟我儿女儿一番 有一个小红的老板 祖传的 替你高兴 也替脱口秀这个行业高兴 有这么厉害的人加入 请雪芹 六强席 稍事休息 是个高手 李雪芹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通口秀的天才 他的整体的这个表演是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他讲通口秀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任何痕迹 李雪芹我就觉得太 太另类了 就是一直是这么一个 懒散的一个状态 从头到尾 我觉得这是内心需要非常强大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高手 女孩幽默里有谁 你先不老说假铃 这回一定要加上个雪芹 雪芹在我心目中是有光的 对 因为别人上台都没有那个色 它有别样的颜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名的成绩是多少 第五名 应该是 杨姐应该不用过来吧 得到了一百二十五票 那么我们来看 夺得年度第五名的朋友是谁 当时没有预测 但是我觉得第五和第六肯定不是我 因为我那个能感受到当时大家的气氛 是开心的 我是觉得演得很好 然后是很有希望的 结果后面演一个好一个 演一个好一个 那我就心里就没转好 保六争 人最重要的是心态又平衡 人生不是非要得第一 只要进决赛就是非常优秀的人了 我感觉人人都有可能 但我知道自己也肯定是不差的 让我们请雪芹来到舞台中央 这个传统手艺不能丢 扶着没事 对 传统手艺不能丢 对 传统手艺不能丢 帅嘎着我 那雪芹就要终于告别我们了 聊两句吧 就是他们吧 参加完这个比赛 要考虑的是明年要不要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参加完这个比赛 我要考虑的是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那你现在考虑的怎么样了呢 我还没有考虑太好 对 就是我觉得 哎呀 我真的之前从来都没有说脱口秀 然后我也没有讲过开放麦 我到时候今天成为各位台爱 然后 你这用词都对王建国一语词 对呀 这都是国 这都是国仔的课 这是 真的 然后王建国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真真厉害 成蒙厚爱 对 然后确实我觉得这得着名册特别高兴 因为我第二轮的稿子也没有准备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我在台上一定要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 半决赛的时候 然后本来我应该是开场 然后周老板帮我 周老板选了开场的位置帮我开台场 所以我才有机会走到今天 我要感谢周老板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非常感谢大老师 我觉得大老师对我 某种程度上有知欲之恩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梗 这世界上除了他没有人笑 只有我觉得好笑和他觉得好笑 所以非常感谢大老师 然后 然后那个 另外感谢天真姐 让我收获了一些莫名其妙的 然后对我最谢谢所有大家对我的包容 谢谢大家 好嘞 那么我们恭喜李雪芹获得 2020年度偷偷修演员排行榜第五名 大阿琴 哲哲 已经很厉害了 这也有点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要不要坐上边 我要不了 我要坐上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